三更半夜一辆白色特斯拉只直往前冲 瞎秒却撞上中央分隔岛 造成左前轮喷飞 整台车当场90度侧翻在马路上 吓得后方驾驶急忙刹车 二十八号凌晨三点多 四十岁的红星驾驶 开车行进台北中山区 民族东路与新生北路三段的路口时 整台车偏移自撞分隔岛 急忙后报之后也立刻出动吊车 前往九原 特斯拉左侧车头严重全毁 前方到床后发现 红星男子身上有浓浓酒味 警方事后调查 原来男子深夜跟朋友 在餐酒馆饮酒聚餐完之后 已经喝得醉醺醺 但仍然坚持想开车回领口的住处 最后不生酒力昏睡在车上 导致车祸发生 而警方对他实施酒测 酒测只见高达一点三八毫克 急速奔驰 红星男子开的就是这台特斯拉Model 3 车型已兼顾车身 和强劲的性能闻名 最快临至一百公里 加速只需要三点三秒 最高时数可以达到两百六十一公里 且续航力可以达到六百一十九公里 男子酒驾自撞虽然好法无伤 保住一条小命 但酒后驾车就是违法 不仅爱车毁损 要是伤及无辜 根本不是一句道歉 就赔得起 三选 王一选 林中仙 黄世涵 台北参观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世涵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世涵